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11月1号在花莲文创园区举办了环保二手好摊市集活动 以回修再利用的概念出发建立交换平台让大家能够加深环保的生活态度 而现场也聚集50摊各类的用品吸引了很多民众前往捡好货 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11月1号在花莲文创园区举办了环保二手好摊市集 以回修再利用的概念出发建立交换平台为各类堪用物品寻找适合他的下一个家 现在人的物资当然很丰沛但是我想地球的资源有限 我们还是要呼吁我们乡亲们多多珍惜这些资源 那么有一些家里用不上的还是保存很好的 我想利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我们很有建筑特色的历史古迹 也让一些亲子来参加这些活动互相交流这些二手物品 就是我们希望各单位来举办类似这样的活动 让除了我们所谓的资源回收以外 还有二手货的互相交流 现场有50摊位包括了服饰 餐具家具书局玩具等等琳琅满目 很多人都把自家多出来用不到的物品 拿出来和大家交流分享 我第一次来我从来没有摆摊 是因为把家里用不着的拿出来卖 我太爱买东西 家里存活太多 而且我都全薰的都有牌子的 对对对我就随便卖 只要看人喜欢我就随便卖 放着很浪费 对啊反正放久也没有人要 我会送人 但是现在有这个机会我就出来买 所以卖 那喜欢的话随便卖 对啊是自己的 老子是去网购啊 然后叫娃娃这样子 真的哦所以今天为什么要来 就是做个活动啊参加活动这样子 你觉得这些东西是可以跟人家交流比较环保 有啦有些比较环保 就是这些衣服都蛮好的啊 但又穿不下就可以拿来 对对对 所以放着是浪费 对对对就可以拿出来跟人家便宜的这样交流这样子 这些东西是谁的 呃这是我小时候玩的 真的啊那为什么特别拿出来 嗯因为太多了太多了而且没有用到 放家里浪费吗 嗯 所以你会希望怎么样 希望它可以重复再利用 找到有缘人 找到新的主人 嗯 很多摊位都是第一次参与二手四级活动 大家很认同爱物喜福 珍惜在使用的做法 除了不要浪费 也能够达到减少垃圾的环保目标 东福中心表示 未来会持续办理 对乡亲友谊的地方事务 强化中央和地方资讯传达平台 也增进民众在后疫情时代的活动 这里会欢迎是报道